中共對台的認知作戰是每天都在進行 讓你在牆外也培養出粉紅思維 雖然到時那些接受互惠的台灣網紅 他們到了中國的旅遊影片 我想各位可能也看不出來他們是被邀約去的 因為我有看過對方去年合作過的示範影片 內容真的完全不談政治 也不用放連結網址 而合作的創作者類型 也從旅遊、美食、美妝等等都有 可以說是非常軟性的宣傳中國觀光 嘿 總之下半年各位可以接著看 我這段話就當預言 OK 那今天影片要和各位聊聊台灣下半年 會面臨到的中共統戰手法 各位觀眾接下來會從台灣的媒體 明星網紅等頻道上 看見中共對台滲透的那些套路 而Porto老師想透過今天的影片說給各位理解 明白中國真的會花錢 招待台灣網紅去旅遊 那這事情得從我身邊認識的朋友 真實遇到的情況說起 最近我認識的其他自媒體有人 和我說他有被邀請去中國旅遊 而且是免費招待機家酒 然後來問我該不該去 先說友人的部分我是已經勸退了 但會被邀請的我想不是只有我認識的朋友 因此我覺得這件事有必要拿出來提醒大家 根據我收到的可靠消息 推測接下來7月下旬開始到9月 台灣會陸續有網紅到中國旅遊拍片 預計有10組人 招待主辦單位之一是海峽兩岸青年協會 邀約名義是兩岸青年文化月 大家之後可以留意一下 雖然到時那些接受互惠的台灣網紅 他們到中國的旅遊影片 我想各位可能也看不出來 他們是被邀約去的 因為我有看過對方去年合作過的示範影片 內容真的完全不談政治 也不用放連結網址 而合作的創作者類型也從旅遊 美食美妝等等都有 可以說是非常軟性的宣傳中國觀光 這也是我認為最令人擔憂的地方 因為這種統戰手段相當隱蔽 是利用文化、經濟和媒體等非政治領域來進行影響 使得參與者本人有時難以意識到 自己被利用來達成政治目的 那我話不想說太重 點到這裡就好 嘿 總之下半年各位可以接著看 我這段話就當預言 但我這邊就是真的有料才會拿出來講 若這局能被我說破自然是最好 若不能 就當作讓各位朋友心裡都有個預期 當然我不是說接下來仿中拍片的就一定是年費去 但確實有這回事正在進行 也讓各位知道中共國務院就是有波預算 要砸錢來對台灣文化統戰 另外根據邀約方的信件表示 這種活動也不是第一次辦 古迷瑪班鬼 還提供2023年活動報導給我朋友參考 雖然招待去中國旅遊這件事 以前也有從新聞上看到過 今年2月份時金融時報也有報導 說中共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 為了拉攏台灣年輕人 招待他們旅遊 並利用短影音對兩岸關係產生正面影響 目的在擴展影響力 並讓台灣政府邊緣化 這種類似的新聞報導看過不少 但今天由身邊實際認識的人 來告訴我他遇到了 這還是第一次 所以自己看完資料 也還是蠻震驚的 或許說到這邊 會有一些不理解中共套路的人 或是他身帶任務的 會想反駁說 阿這又沒啥 花錢請你去旅遊 還閒動閒西疑神疑鬼喔 我有這種想法的人我尊重 但只能說你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 在我看來 你不是太天真就是太樂觀 我為什麼要揭露這手法 是因為不是每個台灣人都有長期在關注中共做的迫事 不是那麼清楚 中共的套路有哪些 台灣有不少民主富二代 所以我才要把它講出來 希望大家心裡有個敵 如果不講 那些在台灣政治人感 分不清中國就是黨國 就是無時無刻想要侵略台灣的敵國 這類沒有敵我的意思的台灣人 很容易就被大外宣影片給影響了 他們多看幾部去中國旅遊的影片 就會開始對中國有一個脫離現實的錯誤影響 覺得中國好像不錯耶 就算一開始沒有被影響 但時間久了 當台灣越來越多YouTuber都去中國旅遊拍片了 那看久了也就逐漸麻痺了 中共就達到他們的目的 讓你對中國有粉紅泡泡 忘記香港、新疆、西藏發生過的事 覺得其他說中國做過的迫事的人 都是在抹黑 讓你在牆外也培養出粉紅思維 這部分你看看TikTok對台灣造成的影響就知道了 不然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平常追劇時 會不會被劇中的台詞或劇情影響 看久都會嘛 再來有些台灣YouTuber 他自己本身也政治冷感 各位你我這樣一起說出來 形成一個共識 也能去影響到那些人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好事 也是提醒 因為他事前可能沒考慮到那麼多 如果他真的就這樣去了 去就算了 最後影片出來還變成參雜一些統戰宣傳 他自己也不知 然後被其他挺台派的台灣人罵 那等於是把他推向中共 讓他沒有回頭路 說不定就此 破冠破摔 想說台灣人都嫌棄了 那他就繼續擁抱中共國 話就越講越扯 那反而對台灣人不利 我是希望這種事盡量不要發生 那有一些擺明就是要奔向中共國的 那種沒話說 攔也攔不住 所以我們都要時刻提醒自己 中共對台的認知作戰是每天都在進行 希望大家在接受任何跨境邀約時 特別是對台灣有敵意的國家 都因謹慎評估其目的和影響 避免無意中成為政治工具 中共近年來推廣這種軟性宣傳 也是因為他們知道若直接提政治 若一下子就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什麼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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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台灣人反感 但透過這種乍看之下 完全與政治無關 只跟你說中國哪邊好 哪邊好吃 哪邊好玩 有些人就不會一下子那麼反彈 他一步一步慢慢來 漸漸培養你對中國的好感 有意無意說幾句台灣壞話 然後只讓你看中國好的那一面 潛移默化中改變台灣民意 最終目的都是要讓台灣人 對中國有遠大理想 所以我認為必須把這事說出來 因為這些資訊只有我知道是不夠的 也需要各位都知道 然後一起幫那些容易被影響的人打預防針 也麻煩大家幫忙轉傳資訊 或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從這事件來看 其實也說明了 中共明白武統台灣這難度太高了 所以才會想方設法用哄騙拐賣的方式 靠著親中政黨網紅和媒體宣傳 逐步滲透達到不戰而併吞台灣 我有生之年不想看到這事情發生 我想要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要是今天多數台灣人都明白 中共有這樣的套路 我反而就覺得還好一點 知道敵人想幹嘛 你才去花光阿公的錢 消耗敵國資產 讓他們做無效統戰 這樣的話 OK 當我個人是不可能去就是了 在中國真正民主化之前 我會覺得去就是在賭命 能不能回來全看運氣 像最近有一位台灣攝影師 他是LGBT人士 他帶著自己拍攝的男同志寫真作品 去對岸參展 結果會場開始擺攤 不到30分鐘就被公安帶走 手機被沒收 靠上手銬 全身脫光檢查 拍了犯人照 蓋手銀和抽血 並唸了一段詐騙電話的文字 然後開始做筆錄 他表示出來後 筋疲力盡害怕到不行 一直很害怕出不了中國 很感謝主辦方一路幫忙著我 朋友也請認識的人幫忙在外面等我 出來第一時間就看見他們 當下真的快哭了 現在踏上台灣土地 覺得好幸運我身在這裡 這位還算是幸運有順利回來 畢竟去了回不來的例子 也都擺在那 像是至今下落不明的復查 還有去了莫名被當間諜 抓去關的李夢居 到去年才被放回來 不過我相信可能還是有些鐵齒的 如果聽我說到這 還覺得自己想參加統戰團的 那我只能最後再建議你一句 如果真的要去的話 也要小心 別讓自己留下把柄給共黨 以前八九節目有採訪過一位 參加過統戰團的 那位受訪者 當時說他們那團有人被帶去嫖叉 共黨的人帶他們去 給他們招待甜點 但事後共黨就拿這點來威脅要曝光 變成把柄在對方手上 要你好好聽話做事 現在國會裡最大黨的國民黨 都在接受外媒日經亞洲採訪時說 要賴清德不要挑釁中國 實際上台灣真的有挑釁中國嗎 沒有 我們只是和對方說 請你尊重我們台灣人的選擇 中共就會生氣了 就會威脅說你不同意我就無同你 就算你說自己是中華民國 在共黨眼中也會被歸類成挑釁 看看這份2006年中共自己發的公告 他們認定的獨台表現是什麼 上面清楚寫著 聲稱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阿這句話是不是現在台灣的現況 是不是 是嗎 但是人家不讓你說 所以我才老實講 不管你是台派或華派 只要你不接受中共統一你 那你就是獨派 那我今天還會相信中共跟你說什麼一國兩制的 那是Pokapai 那今天影片最後多和各位分享另一件事 也算是與今天分享的內容有關 我覺得也值得關注 那就是本週6月12 中國浙江省有個活動 由中共浙江省政府與中共國務院 再加上台灣企業家的合作 所舉辦的浙江台灣合作週 這之中有件事值得大家日後多留意 就是他們有邀請一些台灣網紅小摩 去參加兩岸青年主播培訓營 要培養出所謂的中華好主播 這消息我看到是覺得中共套路百百種 但都換湯不換藥 根據有專業的乳共經驗判斷 我個人合理推測是中共在找對台統戰樣板 不然中國自己的直播主就那麼多競爭又激烈 還有需要你台灣人去當什麼中華好主播嗎 那先同步和各位分享這個資訊 日後就看看這些所謂的中華好主播 看他們在社群上分享什麼樣的內容 再繼續來做評論 中共對台滲透真的是全方位的 大家要多提防 三個星期間 我們 costs一百萬七百萬 我們可以從頭一點 我們可以做到極端的正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